南大冠軍內鄉的清境地區 有一棟超大棟的四棧樓的民宿 因為當初沒來申請到建築 是違法來營業 管政府今年要求業者自己要拆掉 但是這個業者是一載來拆散 所以管政府出動到四大大型機構 直接把民宿一樓到四樓的外城 全部來打掉 讓這棟已經騎十多棟的大型的威懸 驚入歷史 漏漏到棟爬上陰 外出把民宿落海邊 陷入很多事被打掉 大型機構 公正拆掉四棧樓的管處 因為這棟民宿違反應驗 管府去年就已經通知 約者拆掉 因為約者才一直在拖 基於這是重大內管案件 所以就不公違法做 這棟民宿本來是人要分家的修理宿 射到後來的甘丹鐵片處 所以在地面不符合 而且沒有新穿建設的進行 變成一棟大型會館 裡面又有十八斤客房 因為他去在整個樓邊 讓經過的賓眾都很有壓力 為了大家走去清淨無安的開心 也住了安全 所以公部門做這件事情是好的 用建設在前景地區 歷管這件重大危險 現在已經拆掉六棧 為了備免前景山坡地 讓破壞 管府第七民宿業者 不要拆開不斷 亂不去家 如果不可以在地檢宿前班 住不讓公正拆掉 不讓公正拆掉